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皮强就要邀请各行各业各种不同领域中的马盖先来这边跟我们分享科学的有关的知识和有趣的一些话题 今天我们再度请到厨房里的每位科学作者张志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各位大家好 我叫张志刚 哇 这本书厉害了 老师我接着你 原来是专门是在我们国内的科学研究单位 是 我原来在工研院 对不对 我记得你 对对对对 你记性费了 没有没有 因为你很有趣 一个科学家通常都不太注意吃的 然后都我们印象中就是好像他都没有什么美食观念 但是你怎么会在您的这个研究之中 你还特别出这本书跟我们分享在厨房中的美味科学啊 好的 我住眷村 那眷村的话就可以常常吃到这个隔壁的一些美食 我那时候就发觉一件事 同样的跟我妈妈一起去买这个牛腱 人家隔壁呢已经开锅可以吃了 为什么我妈妈烧还要再烧一个钟头才烧好吃 你怎么这样吃 不是 这真的发生了 结果我到隔壁吃完以后 妈妈还在烧的时候我就发觉有问题 一定是有问题 后来我去查 妈妈做法有问题 做法有问题 因为我妈妈用大火烧 隔壁的妈妈先用这个烧到五六十度系的时候 稍微关小火焖一下 所以她有快速熟成 所以她的时间缩短了 所以她可以先开锅 所以我就了解 哇 原来食品科学这么有趣 那我在工研院的时候又发觉一件事 科学家大部分把简单的事 把它讲得很详细很详细 非常复杂 复杂到它的menu可能有几百页 没有人有办法看得懂 但是行家是什么意思 行家就把很难的事讲得很简单 一句话就讲懂了 让大家顿悟了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在我老的时候 在我变老的 变老人家之前 把我的东西可以传承 因为如果我老了以后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可能讲了半天什么都 大家都听不懂 这就老人家 没有了 不过老师这个 在这本书里面 你一开始好像就有四五种 科学的做菜的 什么梅纳 是是是 梅纳反应 有一个梅纳功法 还有一个沙青的 沙青 快速熟成 还有一个焦糖 对对 沙青上次我们有介绍一下 有 是不是那个青菜不要黄掉 对对对对 就是你经过高温 瞬间或者用盐巴 或者其他方法 让我们的酵素 瞬间撕掉活性 那这就要杀青 上次你有跟我们介绍过 杀青 就是有各种方法 让它那个酵素 不会就失去了活力 然后呢 那个颜色就保持了 对颜色比较容易保持 或者它的脆度也会容易 比较保持住 梅纳工法 梅纳其实就是一个爆香 香气 对对对 只是梅纳是一个人名 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爆香 梅纳是个人名 对对对 基本上跟我们的爆香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肉 在油里面稍微煎一煎 高温的油煎一下的时候 在120度C以上的时候呢 蛋白质跟淀粉会产生一个香的味道 叫梅纳反应 蛋白质跟淀粉 对 就比较香 是 比如说你肉片 用水去煮的话 其实不好吃 对呀 就这个就是梅纳反应 好 但比如说你葱白用油去爆一下 香喷喷的 那个葱白可以叫做梅纳 那我们的盐酥鸡 我们制度人喜欢吃盐酥鸡 是不是也是 是是是 吃梅纳 就味道就香了 就香了 裹一点面粉这样 对对对 像有时候你炸一个什么虾子啊 明虾什么话 你把明虾处理过以后 其实沾点粉再去炸一煎一煎的话 那个明虾才会更好吃 焦糖反应我比较不懂 能不能给我介绍 焦糖反应 焦糖的话就是纯粹的糖 在165度C左右的时候高温 它会产生焦香的味道 叫做焦糖 举个例子来讲 你把一个布丁上面放了一点糖粉 然后呢 你用火焰枪喷一喷就是焦糖 我们的冬瓜糖啊 还有我们古早味糖水啊 其实都是焦糖 都是焦糖 对对 你烧的红烧肉啊 是不是要放点糖 对对对 那个糖也叫焦糖 也是焦糖 因为那也超过160度 对 可是你放的时间要对 如果你先放酱油 整个温度降下来了 就没办法 就少一味了 所以很多人烧红烧肉的时候 他不懂焦糖跟这个梅纳的关系的时候 他先放酱油 所以应该是要先把焦糖的味道提起来了 提起来了 然后再上酱油 对 然后再变成梅纳反应 香气再出来 可以这么讲 但是如果你忘记了 比如焦糖忘了放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 另外找一个马克杯 放一点糖 上面喷一滴滴水 让糖表面湿润了一下以后 你倒微波乳去热个90秒到两分钟左右 再倒着肉上面 对 答对了 你有概念哦 你都会烧了 我的绝招你都学会了 这科学家做菜 跟别人不一样 好的 我们也欢迎等会有张老师这边 我们还要在现场 立刻你看我们今天 已经把微波炉都搬进我们的露营室了 帽子本节目被砍头的 看到没有 大家都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我们难得开一个直播 让大家见识一下 因为介绍这种东西 光嘴巴讲 这少一位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冒着 对不对 你看大家都觉得不可以 不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 很抱歉 为了要让听众朋友 也可以有看的权利 所以你现在可以到 我们698官方粉丝团 看到张老师 等会怎么 透过这样子的 简单的功法 告诉我们 科学精神 用在实物上 其实 老师 就像你以前 你们隔壁的 阿姨 妈妈们 他们不见得有经过 科学的熏陶 但是他就有那种方法 秘诀去做载 其实 我那时候看他们 有上海来的一些阿姨 常常买肉的时候 喜欢买很大块的肉 那不小的人 就是买小块的肉 但他大块的肉 烧的时候 烧到热的时候 他就关小火了 再焖一下 这个肉 刚好这时候 你关小火的时候 里面还没熟 焖一下 肉里面就快速熟成 也就是说 中心在五六十度的时候 它的酵素会活化 把这个蛋白质的分子 这样打断了一点 它就变软了 可是不懂的人为了快 他以为切小块煮会比较快 结果小块一煮 煮透了 煮到这个热的时候 里面温度已经超过六十五度了 煞轻微 肉就变硬 所以你看 从小我就看到 隔壁很多家有这样做 我就懂了 我那时候就误得 原来是这样做 你刚刚几个工法里面 有一个工法 快速熟成 能不能再给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快速熟成就是 你把这个肉 想办法弄到五十六十度C左右 不要超过六十五度 六十五度不是杀青了吗 所以低于六十五度左右的时候 它的酵素会活化 所以你看我们在煎牛排的时候 假设有一块厚切的牛排 你把表面擦干了一点 然后稍微煎一面的时候 香味分到了 是不是有梅纳香味 梅纳香味 翻到另外一面 也去给它稍微煎一下 也是有表面梅纳香味 香 这时候中心点熟了没有 深的 还是深的 可是中心点是温热温热的 对不对 温热温热 就五六十度 然后你想办法 在保温的状态下 给它维持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放在比较凉一点的地方 对对 放凉的地方 或者火源关小 五十几度 就是让中心点 变成五六十度C 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快速熟成 肉的中心快速熟成以后 肉中心就变软了 然后到了二十分钟左右 你再拿回来 再去给它煎熟 或者煎到你要的熟度 比如说你要吃生的 你就可以稍微生一点 或者要全熟 你可以煎到全熟 这时候肉就软了 也就是说 你不是拿一块整个牛肉 这样撕一个硬硬弄 煎到底就硬了 就不行了 一定要两段动作 所以先把外面 两边先给它快速的 有一个煤纳反应 香香的 然后放到旁边 在五十几度 不到六十三度的情况下 肉的中心点五六十度 对肉中心点 五六十度 虽然你烤箱 如果有订温保温的话 可能还要订到一百五十度左右 维持它中心点 中心点五六十度 于是那个时候呢 它就快速熟成 肉质就会变软了 比较软 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 他们上海来人喜欢买大块肉来炖 因为大块肉 假设水跟肉是一比一 火到滚的时候 肉中心点还没熟 对不对 你这时候火把它关 小火会关掉 然后中心点慢慢就变五六十度 一段时间 然后再炖就好了 这样子又快又好吃 好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 光听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 就已经在流口水了 然后老师就问说 老师我们张老师是 那个历枣张 是 对不对 这个张老师 他说我们师董问是不是 师董问说张老师出哪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要给您看一下 厨房里的美味科学 有没有 科学精神 来 还有人问是什么焦糖反应 好 没关系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讲讲看 你知道的什么美味的 秘诀就好了 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嘛 说不定那里面也有一些科学经验 老师在这边又可以来共同交流一下 你所知道的 这个 这个美味美食的做法 秘诀 千万不要把简单事情搞复杂了 因为老师就希望能够把复杂的科学 来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很棒 83693398 83693398 采云第一次看 我们live的这种直播 觉得很好玩 对呀 现在不但听得到还能看得到 83693398 你也可以看得到的话 到我们6398官方粉丝团 刚才介绍了几种 介绍了几种这个反应包括杀青 快速熟成 快速熟成 里面肉是软的 煤纳 煤纳香气 还有焦糖 对 这些步骤 就是您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的几招 没有错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火候 一般就讲说火候火候 但是如果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分不清楚的时候 要么就温度过了 要么就温度低了 就不好吃了 老师很轻而易举 讲了那个几百年来 大家一直讲的是火候 什么讲得很玄 老师就把这个用科学的精神 跟各位讲了 好的 我们现在这一段 就是现在了 欢迎各位打电话 接下来 83693398 我们不能一直放在这边 老师要现在跟我们讲的这个是 很简单的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沙青跟煤纳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 生的南瓜子仁 扁扁的 你们发现是扁扁的 扁扁的南瓜子仁 我们等一下放到微波炉里面去 用最高热的话 就是家庭用的750瓦左右 定两分钟就好了 两分钟左右 等一下因为热的时候 它里面的蒸汽 会把它里面拱起来 中间会拱起来 胖起来 胖起来 而且会听到声音 也就是表面会杀青 跟着等一下你会看到表面会有梅纳的焦香味都会出来 但是等一下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做 你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把温度调到 不开到高嘛 微波炉开到高就好 一下子放进去 两分钟左右 因为温度高里面产生蒸汽以后 它蓬起来就会中间就变胖 胖了 然后呢外面因为很热 热它会有一点点焦香 焦香 对 然后又杀青 因为它超过63度 超过65度就是杀青 表面先杀青 跟着就是梅纳 梅纳 然后又爆开了 就很好吃 你还会听到音乐 等一下 这边等一下可以听到一些像那个音乐 蹦蹦蹦的声音 蹦哑哑的声音 就马上将刚才的杀青梅纳焦糖 焦糖没有放 我们今天没放糖 我们今天吃原味 光这两个立刻就跟各位来立刻做实验 欢迎同事各位打电话进来讲讲看 你们家里面的做美食的拍博秘诀分享一下 现在我们就请张老师立刻来实验一下 我们这个也搞不清楚 现在是在厨房还是实验室的感觉 其实都不是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 打开了 打开了 这是冷的 好 各位现在可以赶快到我们698官方粉丝团 大家赶快分享一下 让大家赶快看 这有多久时间 你不要搞得我好紧张 有一种好像立刻要炸掉的感觉 你们为什么都离我那么远干什么 等一下 两分钟 两分钟 先看一下两分钟 好开始了 好开始了 两分钟 好我们避开一点点 避开一点点 微波炉在用的时候离开一公尺最安全 我们现在没有一公尺 差不多有到一公尺 可以了 老师他们都有一公尺 我们两个只有50公分吧 可以可以 这样有一公尺 差不多一公尺 这种电磁炉 这种电磁波 微波 会不会把我们的内脏也煮熟 如果你很靠近 比较危险一点 远的没问题 你的意思比较危险就是会 你如果眼睛贴着看 那对眼睛不好 对贴着看 万一有漏的话就不好 基本上是不会有漏的 不会有漏 我们讲一公尺是万一有漏了 然后还会这样 所以是安全的 万一有漏 你们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这些人真的是同事到了这种生死关头 太明显了 有听到声音了吗 等会我把麦克风过来一点 有 有有 看到了 国内有几个广播节目搞成这样的 听到声音了 听到了 听到了 好不好 如果你们家听不到的话 就表示你们家收音机 或者是车子上的印象太烂 好不好 好 所以你看还有五十秒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五十秒就好了 我们看看 同时间看我们在上现场的 各大书店都有卖吗 谢芬 有 有 然后 有人说刚吃饱 施董说很感谢 不要客气 好的 等会有 燕安 你要跟我分享吗 冷冻水饺和汤圆的做法吗 有人听到了 很清晰 表示你家收音机不做 大家赶快分享 赶快来分享 让更多人可以到现场 可以直接看我们 好再听一下 我们现场感觉已经闻到了那个 香味了 有点像爆米花 是就是像爆米花 爆米花是不是就这个逻辑 类似 不过爆米花是瞬间爆 它要开来的时候 那一刹那爆 我们这是随时个别就在爆 好你看我打开 各位看注意看 各位请看 是不是 已经熟了 有烟 好 你看看 闻起来香不香 很香 很香 是不是都拱起来了 每个都拱起来 要给你来看 对不对 好烫 不烫 还好 没有这么烫 什么 老师 老师 你不要不要 老师真的不需要为节目做成这样 没有 到底谁是主持人 到底谁是主持人 主持人在这一刻的时候 丢下节目准备逃走 现在我们跟你讲 现在节目真的不容易做 下次我们就介绍活的鳄鱼了 好的 看下好烫 有没有拱起来了 有拱起来了 各位可以看 拱起来了 你拿到手上还是烫的 这个热的热的 热的热的热的可以看到 很烫很烫 我还吃给你们看 好的主持人都是 都是身鲜事足的 够不够香 很香 你这辈子有没有吃过 这刚出炉的 新鲜的 第一次这样子 也是第一次在广播节目里面这样做 好不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一起打电话来 你也赶快分享 让更多人可以透过 这个网络 可以直接在 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 看到我们的张老师 非常有趣 活泼 用科学的精神来做美食 做美食的时候 带有科学的技巧 83693398 强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差一点了 都忘记要报新闻了 很多朋友在我们 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上面 还有在分享 大家可以到我们 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 现场的现场直播 阿观说超好吃的吧 然后淑芬说强哥太好笑了 这都是真实的一面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搞笑的 好烫 好的 来跟各位讲今天的新闻 很多人喜欢到巴厘岛玩 不过最近巴厘岛的 阿贡火山随时都可能喷发 当地就数万人 感到预先先撤离疏散了 那为了避免火山喷发的时候 关闭机场 影响国际班机的起降 导致前往旅游的朋友 没有办法依照原定的行程 反国外交部 提升巴厘岛旅游警示灯号 已经为橙色 建议大家暂时不必要 没有必要性就不要去 到这个去旅游 刚好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外交部建立四级的旅游安全资讯警示 橙色代表高度小心 避免非不要旅行 仅次于最高警示的红色 接下来是一段温暖的新闻了 加拿大有一对新人结婚呢 开开心心的 很幸福去拍婚纱 谁知道排队一半的新郎克莱顿哥哥呢 莫名其妙就跳到河里 原来他看到一个小男生 不小心掉到河里 好像在挣扎快要溺水了 他当然 当下就大叫一声 就跳到河里去救人 很惊险地把那个小男生拉上来 然后直到这个小朋友安全地上岸 自己爬上来 而且由于克莱顿哥哥 救援的速度实在太快 摄影机啊 摄影师反应不及 没有办法完全拍下这个全程的画面 只有拍到他 后来上岸的时候 全身的这个新郎的西装失掉的画面 新娘布兰妮姐姐回忆当时 本来以为先生是在开什么玩笑 没想到是真的要救小男孩 他还笑着说 他的个性就是这么直接 如果发现有人遇到困难 就马上出手帮助 这个英勇的举动 应该也是他们难忘的结婚回忆 这样的精神也感动 这世界上很多的人 如果能够陪亲爱的人 每天吃晚餐 那一件是幸福的事 但那个晚餐 应该也是要人能吃的 如果那个晚餐是 对不对 不行嘛 强哥也吃过那种 从摄影棚带回来 冰在冰箱里面 饭力都硬掉了 然后还用热水烫一烫 泡起来再喇喇 打个蛋这样吃 敢不敢吃 对不对 你不敢吃 也是美味 有的吃还不错的 OK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张老师来到现场 从他出的这本书谈起 厨房里的美味科学 这个科学 怎么跟美味有关系 其实真的有意思 现在我们听众朋友 透过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news98官方粉丝团 都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南瓜子 这个瓜子在这里面 刚有人在问 会爆爆爆 会不会弹到 有没有危险 会轻微地弹起来 可以你看刚才 没有一颗弹出来 对啊 都还在盘子里面 都在盘子里面 它会微微地会弹 一两公分而已 还会在原味 还好 还好 可以 强哥就一趁机会一直在吃 怎么能这样子呢 有我们陈彦安是透过 我们的网路在问 他说这个冷冻水饺 和汤圆的做法 这个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配方 对 我来解释一下 冷冻水饺要煮 怎么方便 我们水饺一般来讲 就是会有说会点水 为什么呢 当你的皮 如果煮到这个 90度左右的时候 很容易糊化 所以你长期在90度煮的时候 你的皮会烂掉 但是冷冻水饺呢 现在有个问题 它里面是冻的 很难 温度很难传进去 所以你开大火去煮的时候 煮的时间太久 就算你点水 点太多次的时候 可能都 里面温度上不来 那里面深深 外面皮都烂掉 好 我教各位一个新的方法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方法 就是说水先煮滚了 滚了以后来 把冷冻 这个水先拉起来 就是有一个漩涡 水有一个漩涡以后 你把冷冻水饺倒下去 就是免得在底上会粘住了 先把它做成一个漩涡 对对对 好 它这样子滚的时候 它这个火呢 它刚开始是滚的 对不对 丢下去就不滚了 没关系 等它滚上来以后 差不多滚上来的 你把火关到最小的火 最小的火 因为里面是冰冻 它温度就不会太高温 就维持着把热带到里面去 皮就不会超过90度 这样子你就维持到它煮滚了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先把它 先大火 大火让那个皮 稍微这个 煮滚了 煮滚一下 它就不会粘到锅底去了 它就先做个漩涡 不会粘到锅底了 然后关成小火 关成小火 你就等于说小火 我不要给它煮到90度以上 也就不用去点水了 以前我们是用炉灶来做 不方便 炉灶要改火 温度很困难 对对对 所以你就只有靠点水 点了好几次很麻烦 现在既然瓦斯路可以关小火 你就把它关小火 不就好了吗 就所有问题都解决 等它滚了浮起来 真正再滚了浮起来 就好了吗 厉害咯 赶快 我们那个燕安 听到了没有 已经回答你咯 这不错 用科学的方法 可以改进 也有人说 刚才强哥解释 我那个便当怎么使用 他觉得很饿 剩饭剩菜怎么能吃 老师 这样子 剩饭剩菜 如果你没有沾到口水的话 里面青菜啊什么 没有沾到口水 我觉得还好 如果有口水里面 假设叶菜的 又有硝酸盐类的 就是有一些残余物在里面 然后又有肉的话 细菌会产生亚硝酸胺的话 对身体不太好 其实这种剩菜就要小心点 干脆就要处理掉 不要吃比较好 照你这样讲 原来真的是不能够乱吃剩菜 好的 好的 我们是有科学的方法来讨论的 83693398 我们来接陈爸爸的电话 陈爸爸你好 强哥你好 张老师你好 你好 陈爸爸你有做什么菜的 配搏 没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可乐的小苏打来帮助杀青 所以你用可乐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热到50度C左右 泡在那边5060度先 就是让肉的中心也到5060度 然后外面也不用滚也不用怎么样 就是它可以利用小苏打来杀青 我们以前是煮滚了 然后关小火对不对 你现在不用煮滚了 就直接放在中温摆一阵子 就直接做收成 那外面因为有小苏打直接做杀青 所以外面也会Q 里面会嫩 然后时间到了 差不多熟成20分钟了 再开大火把它煮透就好了 哇 是不是省事了 看熟成 但是不是酱油 就是一般酱油加可乐 所以就是老师说酱油加可乐 让它就是一起去混就对了 可以这么讲 但是你酱油要下去之前 你酱油可以伸在锅子里稍微加点油 爆一下才会有爆香酱油 因为你酱油要没那香味 一定要到120度C左右 所以我是建议先锅子放点油 放点油的时候把酱油倒下去 关小火 因为不能大火 继续大火酱油就焦掉 对不对 关小火 想办法把酱油变香了 这时候把这个肉放进去 肉的表面是会香的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你就直接关小火了 就这 你的可乐 可乐倒进去就好了 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温的温度大概二三十分钟以后 然后你再开大火把它煮透就好了 OK了解 谢谢 谢谢陈爸爸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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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真的很厉害 讲什么都很厉害 有人 不敢 这个加可乐会不会太甜 可乐的甜度刚好它会渗进去 等一下的话 如果你在后面如果收汁的话 还有机会做焦糖 假设你可以收汁的话 分打也可以都可以 我们这很好 为什么分打 你的饿闹就对 那杀死呢 乱闹 杀死口味牛肉 分打口味颜色牛肉 好了 不要开玩笑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粉丝团 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聊天 然后同时我们讲话 你也可以在上面问一些问题 周采薇很高兴 明天晚上就可以煮水饺了 试试新招 不然每次煮水饺 好像都没有办法煮得很熟 都皮肉分开了 采薇加油 加油 有人用汽水蒸肉 有这样的事吗 用汽水可以蒸肉吗 其实所有的水蒸汽都可以蒸肉 当然你汽水蒸的时候 因为汽水里面有点甘甜的味道 这个味道会渗到肉里面去一点 是不错的 这比较 对不对 哇 而且你因为汽水里面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点点所谓的 类似一些化学药品在里面 可以让你的肉表面有一点点 稍微杀青一点点 杀青 一点点 哦 这个有意思哦 会有好处 科学家真的是很厉害哦 好的 我们现在要讲一个 就是刚才有朋友讲说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做这个红烧肉 红烧肉 那据说红烧肉这道菜 好像您刚刚讲的这些化学的配方都用得上 是的 我来解释一下 很多人烧红烧肉 是常常第一个皮烧到烂掉了 红烧肉烧起来一定要皮要Q的 所以皮要做杀青 皮怎么做杀青呢 你买来的这个猪肉皮 你切好的话 或者没切之前想办法那个皮啊 先在干锅去烫一下 或者用热水去烫一下 再过冷水 这样皮超过65度是不是就杀青了 杀青过以后它会比较硬一点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你把皮整块的 直接在一个干锅上去烫个一分钟左右 半分钟以后滋一下 那个皮会像牛皮一样 很硬QQ的 过冷水以后呢 你再把它切成像麻将这么大一块一块的 好 这时候锅子里面放一点点油 放一点油的时候 这个肉可以放下去了 稍微放下去没关系 这时候糖 冰糖就跟着下去了 因为非常小的小火 那小火的话那个冰糖很快就变焦糖了 焦糖效应就产生了 焦糖出来了 焦糖出来的话 你把这个肉翻一翻滚的话 把那个肉味道是不是沾到一些了 好 同时火再关小一点点 酱油就可以下去了 因为酱油不能太高温 太高温会焦掉 所以稍微低温一点的时候 酱油下去 酱油也产生爆香了 这时候焦糖酱油都有了 所以再把肉翻一下 它的味道就淡上去了 淡上去以后来 你再加一点水上去的时候 水盖到肉的大概八九成都没问题 盖到肉的时候 把温度不要太高温 太高温就整个肉又在杀青了 杀青会太硬 这时候你要肉中心里做熟成 刚才我说肉是切到像麻将盘这么大 所以现在肉中间还是冷的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温水下去就焖了 就把它焖一阵子 焖比如说焖个半个小时 或者四十五分钟都可以 焖了以后里面肉是不是做彻底的熟成了 熟成了 然后开大火把它收汁就好了 熟成之后再开大火会不会又硬掉了 不会不会不会 它已经软了就会维持稍微软一点 就会软一点 哇这厉害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先加酱油还是先加冰糖 所以刚刚您讲的话是先烫 把皮烫硬一点 先加冰糖 先加冰糖 再加酱油 酱油对 很重要 再加水 对对对 然后再给它焖 熟成焖一下 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 然后焖得差不多了 再开大火把它收汁 好吃 今天我们请到张老师来到 我们这边真的变成餐馆了 人们说都快变成美食节目了 然后刚才有听众朋友 可能在前一段有打电话进来 想要分享你的美食绝招 或者想要讨论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在做直播 在我们的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所以说可能有些电话没接到 请各位原谅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留下你的话 我们也可以回应 就像刚才杨胜明大哥说 白斩鸡可以教一下吗 好的 我来解释一下 白斩鸡很多人烧的时候 要烧得很嫩 烧得很嫩的时候 骨头里面可能还没有熟 因为它不会烧的时候 它烧得太 蒸太久就会太硬 太硬以后骨头也熟了 但是如果骨头不熟 肉刚刚熟的话 它这样子肉会嫩 但是刀子砍下去 骨头上的血是不是就污染到了 有点可怕 有点可怕 那怎么做呢 也是要先做熟成 把这个白斩鸡 比如说你把这个白斩鸡放到热水里面 倒下去 再拿起来 这个肚子里面的水是不是流出来了 对 再放它再拿起来 为什么要经过这几次呢 因为如果肉片是平的 你放到水里做熟成很容易 这样肚子如果是圆的话 你放到里面去 肚子那层是冰的 里面温度就不行 外面可以做成里面做不到 对 所以怎么办 就把鸡放下去 隔个半分钟拿起来 等一下再放下去再拿起来 故意让这个温度慢慢渗进去 这个肉的温度达到六 中间达到六七十度一段时间 五六十度了 达到一段时间以后 等于做熟成肉软了 差不多了 二十分钟差不多到了 然后把它丢进里 把它煮滚就好了 带人机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重要就是前面这几下 对对对 前面几下 把它里面的 把它水进成粗粗 让这个温度维持 里面是维持在肉 维持在六十度 对对对 熟成 肉整个熟成 它肉就会变软 变软了以后 再把它滚透就好了 哇 好 圣明 这招交给你了 还不错 然后 然后采云感觉主持人很累 没有 我很饿 没有很累 因为跟老师聊这个很有趣 好吃的东西 好 有人问说可乐加曼陀珠 在网络上讲那会变火箭 真的可能吗 真的可能 因为曼陀珠表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洞 非常小的小洞 因为它冷却的时候 上面有很多小洞 所以你曼陀珠如果丢到可乐里面去的时候 连续丢好几颗下去的时候 就像深水炸弹一样 它表面会聚集很多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聚集太多 它就瞬间就冲出来 抓不住 事实上你可以丢盐巴也可以 你如果一大堆盐巴丢进 一样会喷起来 不见得要用曼陀珠 但是曼陀珠有 喷得很漂亮 喷得很漂亮 大家还是不要乱玩的好 哇 千万不要对着人喷 对对对 不要对着人喷 好的 哇 我们最后要看一下 老师好像今天带了不少 还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也是都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对不对 是是是 最后在我们的荧幕前面介绍一下 好我来介绍一下好了 这是生的花生米 我们可以在三分半钟左右 做成这个花生米 这个是刚才我做的 因为这边还要弄水不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做 这个你只要放在碗里 抓一小把花生米 比如说四五十颗花生米 放在碗里面 放碗里放一点点水 用水 放水只要放在花生米的高度 大概七成就够了 不要太多 但每个花生米都沾到一点水 放一点盐巴 然后一个盘子坐在上面 盘子把它盖住 盖起来 然后进到微波里 定高 或者三点五分钟就好了 三点五分钟 基本上你有机会一次就好 如果你打开的时候 发觉里面有一颗两颗皮已经爆开 有一点黄 就是OK了 如果通通没有 抓起来有点软 比如说有时候水多放了一点点 是 没关系 把这个盖子拿掉 盘子拿掉对不对 拿掉再进去打个三十秒 三十秒不行再三十秒 两次一定好 就这么简单 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 盐酥花生米 自己可以做盐酥花生米 对 因为传统做盐酥花生米 在锅子里炒可能要花三十分钟 而且表面还会焦 这个我想你上次有吃过 你还记得 完全没有焦 不会上火气 可是很脆 好 这个就是用科学方法来解决 每天晚上吃一点点 这个心情会非常好 而且保质感非常好 老师好可爱 你要不要介绍怎么做巧克力 对不对 好的 可以做 也可以 今天时间有限 好不好 既然老师这么有心 把他在科学上 在美食上的这些经验 能够传承下来 对不对 化繁为简 大家都可以 不但可以透过这本书 厨房里的美味科学 除此之外 我们下次还要再找老师 再来介绍一些其他的美食 因为在这里面 食物真的就是科学嘛 没有错 对不对 好像以前的 对不对 做什么的 都是食物本身就有好多 累积一些 祖先他们的一些科学经验 我讲一个揉面 最简单 它的高筋面 在揉的时候揉不太动 因为太Q了 像牛筋一样 手一放就弹回来了 所以以前老祖宗很聪明 他把这个高筋面 用从背上摔到桌上 用摔的 叫它啪啪啪摇一下 它几秒钟就可以一秒钟就可以抖了好几下 就突破了这个所谓的它会滑的问题 那外国人做披萨 你有没有看到它是用转的 用转的 外国人用转的方法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面团转得很均匀的 我们是用摔的 用摔的 可是现在有机器以后两个方法都一样 大家用机器搅了 有道理 很有意思 其实这就是食物中的科学嘛 厨房中的美味科学 再一次谢谢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翔哥 也谢谢各位的今天的收听与收看 大家可以继续今天晚 凌晨 四点钟的时候可以听到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看到我们今天的录影 祝福各位 谢谢老师 咱们教师节快乐 再见 拜拜